另一方面其实我们也要看它的经营状况 因为见它业势报告说到原奶收期其实是功过于求的 原料粉的库存减值 联营转规都影响到中期业势的表现 尤其是如细品的供应矛盾 消费需求又弱 准备拖累它的收入下跌的情况在这里 虽然它们都有做事的 希望去降低的产量 但都要预期起码去到春年的上半年 才可以解决到这个功过于求的问题 而另一方面 下一大建高成份报告就说 上半年的内地原奶产量还在增加 即是增幅减慢的 虽然管理层就说下半年有个低基数效应在这里 但看着消费需求真的不多的话 其实蒙牛自己下半年的收入其实都很难有改善 是否这样看呢 其实的确是 因为某前途上 那些产品的需求 看到有一个很显著的改善呢 可能你说下半年的机数效应之下 可能下半年的表现又跟上半年比的话 可能会有些改善 但是你说那个叫下跌 是不是这么容易扭转到呢 似乎都真的难一些 还有呢 其实如果你看看今次蒙牛分业绩的话 如果你拆开一些的细项去看的话 其实基本上就由每一行的收入方面 那个机数都是下跌的 如果你是以分布业绩去看的话 那是奶粉那边 可能那边就相对比较上叫做 是突出一点点 但是你说其他的那些办法 特别是比较主力的 好像那些叫做太奶的业务的话 其实那边真的是一般的 所以只可以说 公司或者是管理层方面 或者是弹务方面 可能对它那个字幕的看法 可能叫下半年可能有机会 可能有一些改善 但是行不行呢 这个就真的要好视乎整个大陆经济的状况 都见到版面上分布收入方面 当中的收入跌得最多是雪糕 都跌成埃近两成二的 液态奶和奶粉都要跌大约在一成三左右 另一方面 这次另外要看个数目 可能就是毛利率和经营利用率的表现 首先就是建设助原奶价格下跌 毛利率升到的 升到百分之四十点三 说到去年下半年才得百分之三十五点八 而看着这个数目 拍到左边那么多条巴 都是暂时来说 过去那么多年来最好的水平 另一方面 看着经营利润率 我年多0.6个百分点去到7% 虽然管理层说下半年的表现通常是差一点的 不过都有信心 今年全年扩张到0.3去到0.5个百分点 看着相对上来说 比较高一点的毛利率水平在的时候 你觉得这次可不可以继续下去呢 Stanley 如果你纯粹那些 Ratial的情况来看的话 我都觉得机会都保持不到的 因为为什么呢 最主要好像刚才提到原来供应的状况 其实还是很充裕 所以变相之下 其实当你那个原来供应充裕的时间 变相你的奶价 就是那个成本的奶价 应该就不会怎么升上去 甚至乎有机会可能会再下跌 所以变成对于一些易太拉方面的业务 甚至乎 其他纳粹的负责民方面的话 那里的确的那个毛利率是有个改善的空间 这个是OK的 但只不过就是都是要分两头 最主要就是说你那个源头 就是应该那个的收入方面 有没有机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呢 那这个就真的我觉得春秋的机会 似乎就真的好像有点挑战了 因为始终你可以说 那个叫一些消费力的方面 可能真的差一点 所以如果你假设你那个top line 就是那个sells的方面 可能你说是差一点的话 那个毛利率的改善 可能只不过令你那条数望下去 可能叫做最后那个的 盈利方面的情况出来的话 可能叫做好一点 而且今次的业绩 其实你都看到到一个现场的了 都是靠省的 其实我想很多公司这一转的时间都是的了 就是当你那个的营业额 可能那个比较相对比较上是失息一点 没什么怎么说 有些很大的改善的情况之下 那唯有可能你在那个成本方面 那个控制方面 叫做好一点 那我相信你说在下半年的时间 那说盟友都可以随着 调整这种方向的了 就是那个毛利率 看看有没有机会再会改善 另外在那个成本上 可能会再加紧一点 那始终都是靠省 去省到那个毛利率出来 不过始终看着整个内地消费的情况 又不是太敢洗钱 又是消费降级那样东西 即使可能真的买贵一点 都未必有人肯买的时候 都未必真的这么帮到手 另一方面 就是看着它的股价那样东西 这一刻升幅虽然量力 但看到了 今早早曾经创超过7年新低 之后才反弹上来的 今次业势因素 会不会都只是配合过 超卖反弹的一个势头来的 中长线可能未必那么快 扭转到一个弱势 的确确是的 因为某程度上 如果你是单卡一些 叫做回复的动作的话 这一个可能叫短期 有个叫做好的状况 但是任何公司都是 中长线 如果看中长线的话 最重要就是 你的基本面 是不是真的有个 比较上是好一点的表现 因为你回够 说真的都是要资金的 其实你如果你的业势 好的时间 自然才有个资金的回笼 就是这个情况 所以就变成了 我觉得除非这个业势方面 有些很大的改进 否则就是 你单卡这个叫做回复股份的动作 只不过令你那个股价 可能那个叫做稳定性相对比较上 就是高一点 但是要扭转这个的跌势的话 真的不是那么容易 但是当然了 今天整批的叫做内需股 今天都有个比较好的反弹 我想都是有点蒙牛这些 都是跟上去的 但是正如刚刚提到的 最重要就是业势要OK 这个就真的可能到下半年 看看那些数据方面 看看有没有机会改善到